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发布第四波十位小内阁人士 立委林一华出任副市长 前高雄市老公局长王秋冬担任副秘书长 宜兰县政府教育处长王洪翔接任体育局长 新任长发局长为年仅38岁的幕僚陈俊安 另外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研究员继政治学系教授于郑华担任研考会主委 卫生局长一职则由现任副局长陈正成任代理局长 远民会主委八干八万及科委会主委徐世勋则留任 工训处长由何亚军担任 致来水处处长由范焕英接任 我找副市长的考量其实非常简单 我就是要找最好的人才 能够符合市民的期待 也能够带给市府团队最大的助力 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林毅华委员就是最适合的人选 其实就像李斯川副市长 他对于公务非常的专精 也有非常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也有完整的行政历练 所以川北他的专业 他的亲切 受人敬重的特质 就是让我三顾茅庐敦请他出来 一定要共同为台北市打拼 林毅华委员他长期耕耘教育议题 也担任过多届的台北市议员 也是担任过台北市以及新北市的教育局长 又担任立法委员 所以他对台北市政的熟悉 我想无人能出其右 同时又有丰富的行政经验 所以他能够协助台北市政府团队 持续的跟社会对话沟通 而这一段期间 特别这一个月 一华委员担任交接小组的召集人 有手有为 对于台北市重大建设的方向以及细节 他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能够马上上手 因此一华委员和川北 就是最适合的副市长人选 其实我们不只是为台北市 找到最好的人才 同时也是让人才适才适所 也让人才能够流动 也能够让世代传承 世代共融 卫生局其实跟民生息息相关高度连接 那其实适合的人选非常多 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做最后的确定 找到符合市民期待的卫生局长 那我也有把握 最后的人选一定能够推动台北市 成为健康城市的大愿景 同时也会有丰富的经验 面对未来可能的疫病风险 能够确实照顾好 不分世代市民朋友的健康 王洪翔其实他担任过宜兰县教育处处长 也担任过新北市体育处处处长 他从基层做起 而且历练非常的完整 也对体育相关的业务相当熟悉 所以我想接下来 他一定能够发挥他的专业以及经验 将台北市相关体育业务推动非常顺畅 因为八万八万主委 其实我在跟他对谈的过程 他其实对于相关的业务非常熟悉 而且他又是政大民族系硕士毕业 而且他过去也有十多年担任原住民服务员的经验 所以不管是从基层的历练 他的专业 以及他对于目前相关业务的熟悉 以及他也希望能够持续将现在正在进行的相关 照顾我们族人的政策延续下去 不管是推广族语相关文化的发扬 我想这些我们都会希望接种他这样的历练 能够持续的将我们原住民的政策顺畅的推动 不过林一华是在明年二月到职 这期间北市府只有一位副市长处理市政 是否会影响运作 蒋万安强调李世川经验非常丰富 这段时间绝对能够顺畅推动相关业务 对于上任后迫切解决的事情 蒋万安回应会积极走访长期协助市府团队 或市政推动的基层单位 了解他们的需求意见 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让大家未来能在市政推动上细手努力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在市政推动上细手务力